另外来看到 吉安乡公所3月29号 在慈云山淮恩堂举办 清明节祈福法会 那么是由乡长游淑珍 以及多位代表和村长们 共同来祭祀 吉安乡公所3月29号 在慈云山淮恩堂 举办了清明节祈福法会 由乡长游淑珍 与多位代表和村长们 共同祭祀 全程也透过脸书直播 让没有到现场的乡亲 也可以同步来缅怀仙人 今天是我们盛大的 一个祭祖典礼 虽然没有广邀所有的 乡亲来一起参与 但是我们网路直播 也邀请到我们代表会 村长们来代表祭祀 吉安乡公所散尽 祭拜以及祈福 跟所有的宗教礼仪的铺陈 无论是在佛道教 或者是基督教 以及天主的恋灵乐 我们都一步一步的做好了 这样的追师工作 也希望在这段期间 吉安乡公所没有休息 中午午休时间照常开放 六日也提供我们的乡亲 来作为祭祀 所以我们一起来追师我们的先人 乡公所表示 即日起到4月5号 陈云山中午不休息 开放给民众分流来祭祀 而乡公所也贴心的准备了帐篷和长桌 方便民众祭祀使用 而响应环保也有纸钱集中烧 呼吁大家在追师祭祀同时 也要能够有环保观念 谢脸会接下来相报道